来 董康潮 你们的决定是 我们选择刘毅 三星班 刘毅 没有任何学念 没有任何学念 郭健输了 我把球吃了 三星班这组实力 纸面上来看 真的是碾压级别的优势 郭健 COP总冠军的主力内线 刘毅 北体大的南篮队长 M1 新途ABL的现役职业球员 还是给了我们机会 我们去打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董康潮他们的勇气 但是实力上确实还是存在差距 我们自己也知道 我们实力是有悬殊的 然后这一次我就想 选一支最强的队伍 去证明自己 同时帮助我的队友 去消耗这支强队 然后给他们带来晋级的贡献 董康潮队主他比较弱 但是他们这几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积极向上乐观开朗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 他选郭健这一组 我一点都不惊奇 希望你们能在我们头上得分 全力以赴就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谁来和郭健跳球 我跳 郭健蓝球几针都动不到 我站这边 郭健都不用跳 没悬念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会输掉这场比赛 但是我认为输不可怕 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 我们都会拼尽全力 今天的对手就是实力上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他们跟我打一百场 我都不会输 郭健还是比较轻松的 刘烨防得非常紧 郭坡 并没有给很好的出手机会 伸涂给了一个很强大的防守强度 哪哪过得了伸涂 时间 进攻之间三二一 金鸡独立 太差一点点自己抢 伸涂车天蔽日 伸涂这一步的启动速度 一秒钟从外线杀到篮下 洋葱好惨 防得连出手就出不了 郭光潮对位伸涂 速度和身高都被压制 一新班要怎么应对呢 黄带华 看时间 董光潮 进攻时间马上要到了 十四秒为例 董龙虎 你有机会要果断投篮 不要运了 郭健 准备图 防得不错 好防 董光潮 后仰跳投被董光潮干扰 但是郭健轻松地拿到了进攻篮板球 又是一个两三 这可不大 篮板都没有 董光潮 勇敢地去冲 Carrie做战斗位置太好了 太难了 进攻路线完全被对方封死 哎呦 别往里吐了 里面没有机会 一新班的成员要加油 黄带华 有点勉强 凯瑞图篮板球 两师傅 慢一点 继续给到郭健 郭健内线想扣了 站点一下 现在要吗 郭健太高大了 完全反不住他 他一进到内线了 当然都报夹不住 放开打没关系 有机会就投 不要犹犹豫豫豫的 大个儿得不行的 到这里就放过一样的罚球 那如果他全空了 一定打手 不给他散 罚球 哎 罚球没有进 不太应该哦 两个都不进 哎呦 干嘛呢 郭健啊 黄带华 在成人如临的内线 拿到篮板 郭健 好球 郭健 这个球打破了得分荒 漂亮 继续给到郭健内线 一打三 转身 光潮再造犯规 联系三次罚球不进 注意力气重点 两罚一中 五比二 一五名 好球 漂亮 打出了自信 好球 好球 别赢了 他就扭 能杀人 面对高手气势不能输 好 罚球 就犯规吧 砍杀了 直接砍杀了 坎上二年二年 郭健再上罚球线 郭健今天的罚球也真是不给力啊 把篮球发进 把篮球发进 丢到多少个罚篮了 黄代华 杨风哥现在没太好的机会 只能靠队友 漂亮 黄代华上篮 高级动作 六比六 一星班追平比分 看来一星班也确实不是好欺负的 说不定会赢啊 现在是暴走 快就有意思啊 一星班用实力 用表现 在证明着自己不是好欺负的 留意 后撤一步 三分球 太轻松了吧 杨风哥后撤 外线没有进 郭健 版本没拿稳 冬康朝奋力的上去拼墙 凯瑞托空位 有了 瞬间拉开了比分 一星班要稳住啊 外线来个三分九 董康朝奋力 很可惜 加油 防守 守 防得不错 留意运求失误 出现机会 董康朝奋这个抢赞有吗 好样的 董康朝好样的 小哥真急急 我的小哥 防守 刘逸 照犯规 下罚一球 好球 比分瞬间被拉开 15比6 一星班加油 三不瞻 出手太紧张了 不要急 没关系 加油 反应个 刘逸 刘逸 加油 折分有效 加油 加油 别放弃 架法一球 打三分失败 拿住 看这个球流逸 这个是绝对实力差距 董康潮来一个三分 现在来到了三星班的赛点 反应个 不分 不分 牛逸 恭喜三星班获胜 同时我们也是把掌声送给杨聪哥 还有他的队友们 杨聪 董康潮他们队确实很值得尊敬 面对我们这样前下队友 还能这么勇敢去跟我们拼抢 也是我们一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感谢对手 尊敬对手 今天终于见到了董康潮 这么认真的一面 打球就得这么认真 别老实光顾了搞笑 董康潮在我们心里 一直是嘻嘻哈哈的状态 渣男 渣男 这一次也看到了 当他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 他表现出这种决心 然后那种投入的状态 只不过是面临到一个 那么强大的对手 可能也是无能为力的 我觉得他们今天打得非常不